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这下老头傻了,老太太晕了,钉钱蒙逼了 这什么套路啊 这个愣弱冰霜饥饿如愁,深藏不露的刘大法医就这样乖乖投降了 对方束手就擒再好不过,老孽头用电线给柳飞的手脚也绑上了,放在钉钱旁边 这下好了,两个警察都给生擒活捉了 老孽头提着尖刀,瞧着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柳飞和钉钱,又有些发愁了 龙子老太太拎着铁仙走了过来,急躁地冲老头叫唤 那意思是想问怎么办 老孽头眼珠子乱转,布满了杀意,正在下决心 钉钱脑门冒汗 看着架势,这老头随时可能杀人灭口 他现在被绑着,脑袋还昏昏沉沉 很难集中精神使用催眠术 现在真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这时候,柳飞对老孽头说 你别忘了我们是警察,我们是奉命来这里调查的 你杀了我们很快就会暴露 如果你现在悬崖勒马,能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还能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宽大处理 老孽头冷笑了一声 我干的事宽大处理,能宽大多少啊 柳飞问 你干了什么 你都想杀我们了,说说也无妨 老孽头走到丁钱身边 狠狠踢了踢他两脚,结结气 弯腰在他衣兜里,翻弄了一会儿 逃出了丁钱刚才从相册里拿走的那半张照片 你们不是都已经发现了吗 我们只是怀疑这照片有问题 好端端的照片被剪了一半留着 还故意剪断了一个人 换成是谁都会起意心的 老孽头发出阴瑟瑟的鬼笑 你们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谁 就是咱们刚才谈的那个人 玉米蹄 这可够柳飞吃惊的 难道你跟他有什么矛盾 这个王八畜生 我当他是朋友 他却恩将仇报 一提起他 老孽头就咬牙切齿 他当初来青岛路烤羊肉串 去木无亲 被城管碾的到处跑 饿得有上顿没下顿 求到我头上 我还接激过他呢 那时候他对我是感恩戴德 后来扎下根 又跟服装店老板娘结了婚 生活才算彻底翻身了 可是这个白眼狼摇身一变 就不是他了 开始呼来了 他找别的女人搞 我还不来气 搞来搞去 居然搞到了我头上 你是说 他跟你老婆 我成天辛苦赚钱 这对狗男女 却背着我红稿 给我戴帽子 那我当傻子吗 老孽头直到现在 回忆起当初 仍然是愤恨难平 一刀把身边的茶几的一脚 劈断了 谁也不知道 他下一刀会劈在什么上 刘飞看了一眼 聋子老太太 你当初的老婆 是另外一个人吧 当然了 我当初 要找了这么一个 又聋又丑的货 新疆人也不可能 打我老婆的主意 那后来怎么样了 你发现他们有奸情之后 跟你老婆离婚了吗 离婚 老孽头的神色 慢慢阴冷下来 目光充满怨恨的 盯着刘飞 你们女人是不是骨头里 都很贱呢 觉得总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尝了没意思 想换换口味 啊 说话呀 你不是挺愿意说的吗 我现在问你怎么不说了 老孽头 一把捏住刘飞的下颌 那张粗糙的大手 几乎把刘飞的脸都捏在手里 她双眼通红通红的 不满褶皱的一张老脸 扭曲得无比猙獰 犹如一只发狂的野狗 暴怒地逼试着刘飞 刘飞身陷危机 依然保持着冷傲 但此刻 她额头上也冒出一层冷汗 她没料到 老孽头的情绪 这么快就开始失控了 根本无法猜测 她下一步要干什么 越是你们这样的漂亮女人 越留不住 你们永远不是族 不知道感恩自己的辛苦 打拼养家的丈夫 你们就是天生的扫火 就喜欢被不同的男人 操作收服 老孽头 狠歹歹瞪着刘飞 恶毒地咒骂她 仿佛把她看成自己 那个出轨的前妻了 但双手抓住 刘飞的衣服前襟 用力撕开 又动手扯里面的陈衣 你瞧不起老子 老子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男人 你长这么漂亮 不就想给男人凑吗 刘飞双手绑在身后 双脚也绑着 根本无法挣扎 本来就白的脸 一紧张就更白了 她可以不怕死 但不能被侮辱 那个笼子老太太 找老头好好两声 似乎不想她这样 可是老头根本就 充耳不闻 爬在一旁的丁前 忽然大声说道 你说对了 她是挺骚 老孽头 扭头正正地 看着丁前 你说什么 她有男朋友 还被这男朋友 在外面胡搞别的男人 不是骚祸是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她胡搞的 那个男人 你不知道 她说我比她男朋友 强多了 她男朋友 根本满足不了她 你说这能怪谁呀 还是那个男的不争气 你再说一遍 老孽头忽然丢开柳飞 走到丁前的面前 双眼喷火地 俯视着丁前 我说 老孽头一脚 踢在丁前肚子上 丁前立刻勾搂起来 勾搂成虾米了 她一顿猛打 把丁前揪起来 按在衣柜上 你这个杂碎 抢别人的女人 还阵阵有刺 你这种杂碎 死有余辜 我要杀了你 丁前鼻子流着血 微微冷笑着 玉米提示 被你杀了吧 老孽头神色已宁 玉米提没有 为罪潜逃 是被你杀了 对吧 是 老孽头承认了 她对了服装店 想回新疆 我就借口请客 把她叫到家里 还特意让我老婆 给她做了一桌子菜 就在这个屋里吃的饭 就我们三个人 她俩当着我的面 还装不熟悉呢 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装得没事人一样 喝了几口酒 借口有人找我出门了 我绕到后门 悄悄地流回来 贴在门口 听屋里的动静 那两个不要脸的火 居然这时候 还背着我 打琴马俏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